就是用一台Printer去改造我家四面白墙的客厅 就这种品质是很难的 很难呐 我们的客厅从原本的白墙变成了这样 这副就叫做龙虎门之墙 有这种七八十年代的feel 来 梦掉过去 成功到万岸一字 终有乐趣 好 我这个人MCU又加多两个礼拜 马来西亚的recovery plan到年尾 每一天都不能出门 每一天都对着四面墙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 为了避免自己变sort掉 我决定来做一个挑战 就是用一台Printer去改造我家四面白墙的客厅 硬硬吧 那为什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原因一 就是我家客厅的墙壁 真的是很play 就是完完全全一个很过宋的白墙 我拍片然后我望过去的就是白色 原因二 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新买了一台Printer 就是Epson EcoTank L6550 三千多块的一台 买这样好的Printer 拿去Print黑白文件 我觉得真的是太浪费了 所以我们要挑战拿来Print彩色的话 反正意思就是 把这个很plain的墙壁 变成Instagrammable 然后让我拍片的时候 有一个很fancy的墙壁 但是现在要设计成怎样 其实我们什么都还没有想到 我现在开始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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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构思想法就是 我们大概就学它这样子 在中间挂两幅花 然后呢 我们旁边就放我们的照片 这是我的照片 我也不懂是不是要放我照片 然后我在想要放什么照片 然后再放一点假的树叶 看起来好像那种热带雨淋feel 我是讲到我们可以在这边放两幅花 然后模拟这种花 热带雨淋的feel啊 是丑了一点点啊 然后 对不对 对不对 OK 然后 彩草吧 然后一个是椰树叶 然后我们这边放一个铁架子 哦 放那种铁网 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边加照片 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很丑 旁边 放叶子 在哪里去楼下采吗 哈哈哈 print出来的 我们等一下用的画 全部东西都是用print出来的 这样子 你觉得 OK没有 不知道哦 做出来不知道哦 还欠了什么 有没有欠什么 诶 诶 讲对了 我们可以做这个 你知道我在画什么吗 不知道 发傻啊 那个树要浇水的嘛 不是 所以花傻啦 OK我们等下现在先要去print 我们要粘上去的照片 然后我们再找要放上去的话 然后我们再print叶子 再print灯泡 不懂要放自己的照片好 还是放明星片比较好 我跟我妈咪的照片要放 然后再放了一个樱花的照片 然后其他叻 我们就放一些明星片 maybe 王家耳 哈哈哈哈 我也是想想 我们可以放一些Japan的明星片 是不是很影 是不是很影 诶 放明花的这个美 可以可以 都好了不能出国 就这里看了 设计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 很难啊 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念设计 OK经过我深思熟虑之后咧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设计idea了 等下我们就会用这一台3000块的printer 去print出来 我知道影片到这边咯 已经开始很多人问了 什么年代了咯 还有人用printer的咩 有啦 怎么没有 像是我工作室啊 常常有很多document要print啊 难道我真的是去隔壁邻居 跟人家借printer咩 或者是在Arcan之前呢 会kampong做手术嘛 我们要跨走嘛 我们就要上网填form 然后print出来 楼在photostec IC 还有医院信 其实都是需要printer的 或者是现在mco很多人要做生意 都要mitty 性的是不是 你马上要printer 所以哦 printer 还是有printer 存在的意义的 这样有没有需要这个是看个人啊 像是我自己的话 我刚刚开始出来做youtube 我真的是觉得我只要一台相机 一台电脑 我就可以打天下了 但是 当你慢慢经营下来的时候 无论是注册公司啦 账目管理啦 做claim啦 expenses啦 resept流底啦 还有一批多大堆 bilibili 才发现哦 有台printer是真的很重要一下的 所以咧 我们才决定入手 一台比较好的 quality 更好 就可以用更久 那printer要奖选 一 print东西不能太慢 起码 也能让我等到发脾气啦 第二 换ink的方法要很简单 因为我之前真的是试过换ink的时候 弄到整地 我衣服又有 然后最重要还弄坏那个printer 三功能要够多 虽然现在用不到 但是以后总是会用到的 第四 低电量 因为我是在家里面办公 我不想出来那个电费 吓到我妈咪 第五 不可以太大价 因为家里没有地方摆 就是这样简单 第六 要EcoFriendly 因为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第七 价格要合理 EcoTac L650 它整体体积大概就是一个枕头的size 看起来有一点像是那种大office用的缩小版 它可以一次放50张文件 前面两个纸盘分别可以放 250张的F4值 后面的卷子盘就可以放50张 这里看到它是一个4.3寸的LCD触控屏 目前来看的话操作其实不算复杂 而且它同时可以有scan跟photosep的功能 前面这边有一个USB接口 你可以对Pandrive来print储存文件 后面的话就有一般Printer常见的LAN port 连接电脑用的USB接口 还有连接电话线的port 证明它是可以做fax的 这台EcoTac L650最大的亮点就是InkBot的 像我刚才讲的嘛 我之前真的是试过换Ink 弄坏Printer还要弄到整地都是 但是这台就不同了 因为它有防呆的瓶口 所以不会倒错或者是倒出 你瓶子倒下去它是不会露出来的哦 然后你插下去它就可以开始refill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另外你还可以从这边看到Ink剩下多少 哪一个颜色不够了你就加哪一个很方便 这个哦也是我对Printer很注重的一点 因为我不喜欢哦 按了print然后我要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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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还没有print出来 EcoTac L650哦 紙面上写可以8.5秒就print好一张全面颜色的图片 但是要记得它是一台Ink Jack Printer 这个速度哦甚至比不少Laser Printer还要快呗 这一台哦就是Epson旗下第一台 有Full Color Pigment技术的Printer 就是说它print出来的照片很高清很细腻 而且听说它还可以耐湿 就是说哪一天哦你的纸print出来弄到水哦 它也不会糊掉 这个哦很重要 因为我们备份用的那种receipt拿来做Income Tax 是要收7年的 如果糊掉哦你就拜拜 它print出来的quality哦真的是很不错的 很真一下 等下你们看就懂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改造 这因为我们只买到A4 size的纸 OK现在我们那边就只能用4张A4 size 帮它形成一张 我们一张照片用4张纸print 所以我们先调 我们用4张2x2 你看我现在咬到 是我 你从哪里去吸哦 我吸到大自然的味道 OK已经评完4张出来了 我们等下拿那个刀片切切一下 才切好那一张 登~~ 还有很多张 可以大家看看print出来的quality 哎呦哦 有没有栩栩如胜 不要让它看起来像一幅画 我们就特地去买一个frame 然后把画 等一下我们就切进去 然后里面的夹子拿出来 另做别的用途 很硬耶 这个东西真的很硬耶 登~~ 要在绳子 要把它卸下来是吧 等一下才卸 我们就粘上去 诶 诶 好了 无虫下手吗 无虫下手诶 等一下勾烂了我的画诶 你的画 登登~~ 我们两幅画已经好了啦 接下来就要print照片 有几方便啊 这个absence photo layout 因为我们也只有A4 size的字 哈哈哈 我喜欢的照片 OK啊 现在把9张照片全部挤进一个A4 paper 然后我们就print出来就可以了 哇 这样就整个一整张A4纸 就是满满的色彩 看它颜色能够还原 我在巴斯罗纳的颜色 我的照片们出着来了 OK 你们可以猜一下 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在德国 在德国 在新加坡 在法国 在布拉格 在巴斯罗纳 在马来西亚 这个是 Nano Magic Tape 这一小狗怎样粘在墙壁哦 等够了的 这边OK吗 这个下一点 要不要右一点 要不要高一点 要不要左一点 下一点 右一点 再来右一点 去中间一点 因为有两幅画诶 等一下还有一个框 哦 这样啊 跟sofa吧 我觉得看sofa的位置哦 现在我的头会靠到不能 就是这个 蛤 你头也能搞啦 下手啊 好歪 歪了吗 有歪吗 歪 歪到好烂的 歪了 歪了吗 这就是可恩的 准度 你自己站后来看 你只要歪不歪了 真的吗 Oh my god 歪了 完美了 两人 这幅画 出击 变成一个明细啊 陈可恩 哇操 你也只是上网版本 下来print出来吧 你敢讲是你的 OK哦 这样子看 下一幅 很累啊 没有 看起来很累哦 床吸住我了 各位观众 我们的客厅 从原本的白墙 变成了这样 有没有觉得很美 我现在觉得很instagram风 你知道吗 OK 给大家介绍一下 OK首先先从这边开始 这两幅呢 是来自于可恩 Picasso的一个作品 哪一件啊 可恩 Picasso OK 这个是海草啊 这个是青苔 哈哈哈哈 然后 哈真的 真的 真的很幸福 哈哈哈哈 然后 左边这边有两片 错终复杂的感情交叠 然后 还有一点3D感 因为我们叠在了上面 我们是有想过的 可以啊 然后下面 因为这边有点丑 所以我们拿一个盆栽子 就这样 完美 OK 这边是最重要的啊 这边就是 可恩的时光过 呃 时光过山车 呃 whatever啦 什么车都好啦 反正就是 嗯 可能去各种地方的旅行 我们就把照片夹夹夹夹夹的上面 然后下面这个哦 青色的青苔 梦是Acan2发什么奇想 觉得这样子很帅 他们就粘了 是啊 很嘎嘛 你看整体颜色 是嘎一下的 嗯 然后还有灯泡咯 灯泡我们就做成比较 居家风药一点感觉 所以我们就放了灯泡 然后再配一点麻绳 这样子 很高兴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的客厅已经摇身一遍 变成了 like this 我们真的是全部 都用这个printer做出来了 看不出啊 你都很厉害的 满意吗 十分满意吗 哦 我们已经把它全部 跟着颜色排在一起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 手机把它粘起来 过后我们就粘在这道墙上面 这部分就叫做 龙虎门之墙 有没有那种七八十年代的feel 发疯成女子感觉有没有 哈哈哈 来帽带地 上面有破绽 啊来 带炒带炒 继续 有梦了错队 有梦掉过去 成功都万难一极 终有乐趣 耶 今天的挑战 成功 老实讲啊 我真的是觉得 最好看力吓得我 我觉得怎样都好够白强哦 是不是 总结来讲呢 选printer 主要就是看耐久性 就是 印尽不耐用 机器 耐不耐用 还有长久下来 是不是比较省钱 这三个点 Ecotec L650的黑色印 一贯可以print高达7500张 颜色印 就可以print高达6000张 那平均刷下来 黑白色的print一张就是1cent 那有颜色的话 print一张就是5cent 比你去photosetting 还便宜很多 但是机器当然也是要给钱先啦 But Epson Ecotec L650哦 它是有一个三年 或者是八万张printing的 这个onsite warranty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三年里面 如果你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它就会派技术人员 去你家帮你维修 而且printer反正你都要买啦 我是建议大家去选一台 eco-friendly的 因为保护地球嘛 那Epson这台printer 它就是有heat-free技术的 意思就是说 在你printing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热量的 它低功耗 but at the same time 它print很快 所以呢 有兴趣入手printer的话呢 大家可以考虑这一台 成品的话呢 就在后边 大家可以自己办法欣赏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给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做完手工之后的产框 哇 背盘狼疾 背盘狼疾